女孩摘下帽子 谁知尽惊艳在场的所有同学 谁能想象 她之前还是个无人在意的小透明 有着一头凌乱的卷发 和一对野人一样的头发 在学校里 同学们甚至组团嘲笑她 就连她安静地坐下看书 同学都看不见她 直接坐在她的身上 在这样的环境下 让米娅变得极度自卑和怯懦 以至于在一场普通的辩论赛上 米娅都紧张得连眼镜都拿不住 面对讲台下同学们的怯怯思语 她甚至被吓得呕吐 就在米娅以为自己 一生将要在低谷中挣扎时 一场意外让她的人生发生了大反转 这天妈妈告诉米娅 远在吉诺维亚的奶奶 最近要过来看她 米娅一直认为母亲会和父亲离婚 全是奶奶在从中作稿 于是非常抗拒去见她 但在妈妈的劝说和鼓励下 米娅还是答应了下来 放学后米娅根据地址来到奶奶家 刚一进门 米娅就被身穿西装的管家缩身 就在她好奇地看着周围的陈设时 一位优雅的夫人款款走来 她就是米娅的奶奶 之后 在和奶奶轻描淡写的交谈中 米娅得知自己的父亲 竟然是吉诺维亚的王子 而自己是遗落民间的公主 如今奶奶年事已高 而米娅是唯一的继承人 因此奶奶希望米娅成为公主 继承国家的统治权 但这天上掉下的线饼 将米娅砸得不知所措 谁能想到毫无存在感的小透明 竟然一夜之间 变成了无比高贵的公主 米娅被吓得落荒而逃 但奶奶没有放弃 而是联合米娅母亲一起劝说她 在这两位女士热情和真诚的期待下 米娅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 首先米娅需要学习 一整套复杂繁琐的礼仪细节 这让一直以来 大大咧咧的米娅非常困扰 但身为皇室公主 一举一动都被公众密切关注 稍有不慎 就会引发一些烈负面影响 尽管米娅非常努力学习 但还是经常洋相摆出 奶奶对此非常无奈 只能努力纠正米娅的礼物 吃饭喜欢身体前倾 那就用丝巾绑住身体 保持一态 走路时必须昂首挺胸 走出公主的气势 基本的礼仪学习结束 接下来就是外形上的大改造 首先把那凌乱的卷发整理柔顺 接着造型师把米娅的眼睛掰断 换上隐形眼镜 再把野人般的眉毛修整起 敷上黄瓜面膜 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 米娅成功从样貌同体 变成了知性优雅的大美女 奶奶非常满眠 闺蜜被米娅的变化吓了一天 但米娅等来了 却是闺蜜毫无理由的指质 怀怨米娅为什么瞒着她偷偷变美 听到这一番话的米娅非常难过 而她偷偷擦拭眼泪时 也被司机看在眼里 她正宗告诉米娅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没有人能让你自卑 但这并没有让米娅变得自信 进入教室前 米娅还是戴上了帽子 隐藏自己的变化 但同学却见不得她好 表示上课不能戴帽子 于是在老师的要求下 米娅只能被迫摘下帽子 这下让周围嘲笑米娅的同学看待了 放学后 校门口周围喂了一群记者 他们把摄像机对准米娅 直接将她的公主身份公之于众 这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 直到奶奶的到来 才正式平息了这次风波 但是因为米娅的身份提前暴露 于是奶奶决定 让米娅以公主的身份参加国宴 正好也可以检验最近的学习成果 从未见过这么嚣张的公子 竟然在这直接宴会上玩起了火 还不小心把客人的衣服点着了 见状米娅也慌了 直接把客人的手塞进冰桶里 还不忘泼上一杯水 解除危机后 甜点冰淇淋也上桌 米娅直接咬了一大勺冰淇淋 不出意外被冰的说不出话 旁边的首相夫妇为了缓解尴尬 也纷纷效仿米娅的做法 三个人同时被冰的手舞足蹈 但米娅的洋相不止如此 为了捡地上的葡萄 米娅钻进桌底 不料意外把起身的伯爵半岛 顺带引发了一系列连锋反应 就这样 米娅作为公主参加的宴会 以出镜阳相告终 祖孙俩成为了在场贵族的笑柄 这也让米娅意识到自己在怎么努力 丑小鸭永远也不能成为白天罗 于是开始打起了退堂 可是奶奶不但没有怪她 还和她一起开车去玩了一拳 退去了女王光环的奶奶 瞬间拉近了和米娅的距离 奶奶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她 表示公主并不是那么好帮她 既然当了就要肩负起 这个头衔代表的责任 希望米娅好好考虑 之后再决定要不要成为公主 但随着公主身份的曝光 米娅从以前的小透明 瞬间变成所有人的焦点 昔日嫌弃她的心经营 都在镜头前争作她的秘语 就连昔日心动的男神 也主动邀请米娅一起参加沙滩派对 但就在米娅满心欢喜 浑身上下充满对爱情的向往 想象自己能像电影情节一样 得到真爱之吻后能浪漫地翘起一只脚 很快就到了沙滩派对这天 还没等米娅玩得尽兴 记者便乘着直升飞机对着米娅拍照 一落民间的公主被心经理算计 衣衫不整的她 登上了头版头条 这一切都是同学利用她出名的手段 慌问中男神拉着米娅来到木屋 原以为会有什么浪漫剧情 可是米娅却被脚下的渔网绊跑 之后男神谎称记者已经离开 带着米娅出去 不料却被记者赌个阵阵 米娅想跑却被男神拉住 这时米娅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男神的安排 只为了能够出风头 狼狈不堪的米娅为了躲避记者 跑到了沙滩上 这时有个同学递给她一件衣服 提议她去帐篷换衣服 还承诺帮她做掩护 米娅非常感动 但下一秒 这些同学却把帐篷给掀了 记者们直接对着米娅 就是一顿疯狂拍摄 米娅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被利用了一次 第二天丑闻直接登上头条 虽然奶奶没有怪罪她 但是米娅知道自己还是让皇室蒙羞了 看着那些欺负她的同学 米娅决定奋起反抗 在棒球课上 一球教训了心思叵测的渣男 面对嘲讽她的女同学 米娅直接把冰淇淋 按在对方的衣服上 她的举动也赢得了同学的认可 最后米娅向奶奶真诚道歉 并表明了自己不想当公主的意愿 其实更多的是 她害怕当不好这个公主 见状奶奶也不生气 而是递给米娅一本月记本 这是她父亲提前准备好的礼物 奶奶让米娅慎重考虑一下 是否还愿意当这个公主 如果愿意自己 则会在典礼上给她戴上文官 亲口宣布她的身份 很快便到了公主册封典礼这边 本来想逃跑的米娅却无意见 翻到了父亲写给她的信 信中写着 父亲的话语让米娅若有所思 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需要自己去发现 如果因为害怕未知的风险 而待在原地 则永远会是那个胆怯自卑的女孩 米娅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随后她便冒着倾盆大女 急匆匆地赶到了仪式现场 就在奶奶以为米娅不会来的时候 她一身湿漉漉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虽然让大鱼给交的狼狈不堪 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 赢得了满堂喝彩 这时自信大放的米娅 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奶奶也开心地给她加冕 直到这一刻 头小鸭才真的变成了白天女 在舞会上 米娅也终于遇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命天 这个男生不一定英俊敌人 但在身后一直默默关注着米娅 尽自己所能地去保护着她 并且她一直喜欢的都是米娅这个人 而不是她这个身份 为什么我 因为你把我看见我 不得不说 真诚是战胜一切的不二法门 米娅在最后也如愿了 像电影里的那样 幸福地翘起了脚 只有勇敢地选择做自己 学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尝试新事物 才会有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